我们讲讲当马克思遇见系列 最近昏蓝卫视搞了当马克思遇见孔子 好像大家都觉得比较好玩 但这个话题还是可以讲的 马克思和孔子之间有什么哲学上的共性 比如说对社会乌托邦的一个构想 其实都有乌托邦的成分 孔子是想回到周理 一种分封建国 周治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 那么就意味着他肯定在某种层面 是反对这个大一统模式的 所以分封建国本身就有所谓的这种古代式的自由 所谓的liberty in its ancient form 马克思他也追求自由 但他这种自由是一种超越了所谓资产阶级的这种自由 通过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 然后获得一个统治地位之后实现全人类的自由 对吧 就从自由这个角度可以去挖掘一下 而且马克思他也有很多著作描述这种人本主义的一面 比如说上午工作一下 对吧 下午钓个鱼 晚上写批判文章 这也是一种自由 马克思也是第一时间为自由而奋斗的 在普鲁士给他们各种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他专门写文章批判普鲁士的审查制 所以某种层面来看的话 像民国时期很多 或是晚清时期的一些儒学家 其实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 感觉在某种层面上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 但他了解的马克思不是后来列宁的版本 也不是斯大林 或者是其他的版本 波尔伯特的版本 对不对 这早期这些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 这种清末的儒学家 在某种层面上 能够在这个社会乌托邦这个层面 找到一些共同点 就从这个个人的自由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说自由是古老的 集权是现代的 对吧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马克思和孔子还真的有很多可以讨论的 共同的 对 封建里面本身就有一种封建式的自由 对吧 马克思探讨的这个自由 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自由 他们可能共同的战线 就是反对一种 这种大一统的这种集权模式 可能对秦制 这个另外一种ideotype 可能会有共同的一些看法和抱怨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对吧 但估计荒兰威士不会往这个角度去拍 要真正的去深挖的话 我估计这个荒兰威士 也会被咔掉 对不对 但我们今天聊一个稍微更务实的话题 更好聊的话题 就把马克思和耶稣放在一起 这个话题其实几十年前 哲学家 以查德罗蒂 就已经探讨这个话题了 他的这个标题叫做失败的预言 但是伟大的希望 就是说你把马克思和耶稣的两个重要的文件 一个是新约 一个是共产主义宣言 放在一起的话 他们似乎都是失败的预言 他们的预言都失败了 都落空了 或者是你无法去证伪 比如说新约会认为耶稣会再次降临 对吧 所谓的再临 second coming 但耶稣一直都没有降临 共产主义宣言 宣称 未来的乌托邦终究会实现 但是依然还没有实现 对吧 所以从这个prophecy这个角度 预言的角度 确实只能说是失败的 或者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失败的 对吧 但是他们都很重要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 都提供了很多动力 不管是1848年 欧洲的这种革命 很多都是以这个共产主义 这样的一种基本的理念出发 对吧 构想一个更加人性的一个社会 同时我们看到 19世纪初一直以来 欧洲甚至美国都出现了 一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者 但他们都会宣称自己是 在他们本国 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中的 这种左翼政党 对吧 比如说美国的Eugene Debs 对吧 德布斯 欧洲有工党 当然工党 在20世纪还比较成功 很多一些福利政策 包括丘吉尔 在二战结束之后 就被选下去了 被工党 获得了这个首相 这本身就证明了 这个工人运动 它确实是很有效的 对吧 丘吉尔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名声 刚刚二战结束 但是被选下去了 正好说明 所谓的有一种自由 自由式的社会主义 这个欧洲的自由式的社会主义 这个自由是一个形容词 它意味着就是 我要活 但是我也让别人活 对吧 咱们在一个相对 不是一种离死我活的 非零和的环境中 进行政治博弈 好 这就是 我们先讲了一点点 我们简单的读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 给我们思考 当马克思遇见孔子 能够提供一个范本 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就应该拿 他们两个的文件 这个出来 做一个对比 对吧 罗蒂也是直大毕业的 他是典型的 所谓的实践派 或者是 这种实用主义哲学 那么他也是老左派 所以说他其实对 比如说共产主义宣言 在某些层面上是 非常欣赏的 对吧 我们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出发 你看 我就直接翻译吧 大家看英文也可以 他说这个失败的预言 往往都是宝贵的 励志读物 看两个例子 新约全书和共产党宣言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 为了预测将要发生的事情 基于对决定人类历史力量的 一些卓越的认识 而做出的预测 迄今为止 这两套预言都 可笑的失败了 两种知识主张 都成为了嘲笑的对象 基督没有回来 那些声称基督即将复灵 并认为会成为 因为成为了某个教派 或宗派的成员 就可以 更好的做这件事情 这个所谓的明智之举 就会受到更多的怀疑 当然没有人能够证明 在宁不会发生 这是无法证伪的 从而为道成肉身 提供了经验证据 但是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等了几千年了 对吧 耶稣的奖励 同样 Analogously 没有人能够证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宣称 资产阶级制造了 使自己灭亡的武器 的时候是错的 这也是无法证伪 也许下一个世纪 这个是20世纪写的文章 那就是21世纪 咱们这个世纪 对吧 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 将扭转 欧洲和北美 无产阶级 逐步 资产阶级化的趋势 资产阶级没有能力 继续统治 因为它甚至无法保证 奴隶在奴役中的生存 将成为事实 也许到那个时候 资本主义就会瓦解 善良开明的无产阶级 就会掌握政权 总之 也许马克思和恩格斯 只是把时间搞错了 一两个世纪而已 就早预言了一两个世纪 尽管如此 资本主义在过去 已经克服了许多危机 我们已经为无产阶级的出现 等待了很长时间了 OK 同样 任何嘲笑者 都无法确定 福音派基督徒所说的 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的存在 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变革 奇迹般的经历 但是那些声称 以这种方式 获得重生的人的行为方式 似乎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与他们过去的行为方式 大相倾听 我们已经等待了很久了 希望这些欣欣向荣的基督徒 能比欣欣向荣的异教徒 表现得更加体面一点 对基督教还抱有幻想 可以这样子 同样 我们也不能肯定 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 新的理想 取代马克思和恩格斯 轻蔑地称之为资产阶级个性 资产阶级独立 和资产阶级自由的那种理想 但是我们一直在耐心的等待 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权 向我们解释 这些新理想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权 他们是怎样解释的 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实现这些理想 迄今为止 所有这些政权都被证明是 启蒙运动前野蛮主义的倒退 就是从启蒙运动这个角度来看 很多方面 这个作者还认为是倒退 而不是启蒙运动后乌托邦的最初阶段 好 下来一段 当然仍然有人通过阅读基督教经文来推测 几年或几十年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罗纳德里根 就叫做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对吧 还比较虔诚 直到最近 许多知识分子阅读共产党宣言 也是处于同样的目的 从中获得一个 未来会发生什么的一个预测 对吧 正如基督教徒 劝告我们要有耐心 并向我们保证 用基督罪仆的错误 来批判基督是不公平的 就不能看着一粒老鼠屎 这个不能坏了一锅汤 就这个意思 马克思主义者也向我们保证 迄今为止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权 都是对马克思意图的荒谬歪曲 少数尚存的马克思主义者 现在承认 列宁等等 这个卡斯托罗 对吧 在这些共产党 马克思梦想中 被赋予了权力的无产阶级 毫无相似之处 而只是专制者和寡头的工具 然而 他们告诉我们 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 真正革命的 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 这个政党的胜利 将会为我们带来一种自由 这种自由 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自由 就像基督教教育中 爱是唯一的法则 不同于立位积中的 专横规定的一样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 再也无法认真的对待 这下一段 基督 或马克思主义的 推迟和保证了 很多人都已经等不及了 没有办法 像二十岁一样 十几岁一样 对当年的乌托邦 当年的这些教义 当年的这些热血文章 保留这样的激情了 但这并不妨碍 也不应该妨碍 我们从新约和宣言中 找到灵感和鼓励 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 不去看他的预测 或者是他的预言 我们去看有没有 其他可以挖掘的东西 因为这两份文件 都表达了同样的希望 我们少看预言成分 多看希望这个面向 有朝一日 我们将愿意 并能够对待 我们最亲近的人 我们所爱的人 需要的那样的尊重和体贴 来对待全人类 这个包含了 基督教的教义 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正统的学说 你们也有很多 这样的一些描述 但是呢 下面一段 但是随着受阅的流逝 这两部文献 都凝聚了更大的感召力 因为他们都是一场运动的创始文件 这场运动为人类自由和人类平等 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由于1848年以来的人口的增加 我们讲的1848年欧洲的一些革命 这两部单后来被镇压了 对吧 所以这个 比如法国拿破仑三世的上台 等等 这两部文献 可能已经激励了 同等数量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男男女女 他们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 以防止后代遭受不必要的苦难 社会主义殉道者的人数 可能与基督教殉道者的人数一样多 从殉道者这个角度来说 这两者有很多共性 如果人类的希望能够在装有碳区军的弹头 手提箱大小的核装置 所谓的nuclear football 和足球 人口过剩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 以及下个世纪的环境灾难中 幸存下来 我们还在对吧 过了好几十年 如果我们的后代在一个世纪之后 仍然有历史记录可查 仍然能够从过去寻求灵感 也许他们会把圣埃格尼斯和罗莎 卢森堡 这都是这些 这前面是基督教的一些圣人 后面是这个 共产主义的一些早期的一些人物 比如说卢森堡 这个圣弗朗西斯也是基督教的人物 Eugent Debs刚刚我们提到了 美国的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达米安神父 这是基督教的 后面是让若内 是为同一个运动的成员 所以你可以说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个共产主义 它的这个理念 是脱胎于基督教 但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 包括这个 共享社会主义 包括 这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等等 这个黑格尔的 历史哲学 这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灵感 来具有各个方向 就像新约全书 下面一段 仍然被千百万人阅读 他们很少花时间去想 基督是否有一天 会荣耀归来一样 共产党权也仍然被我们这些希望 并相信 无需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革命 就能够实现全面社会公正的人阅读 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世界 可以通过马克思所鄙视的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来实现 家长和老师应该鼓励年轻人阅读这两本书 年轻人读而这两本书会在道德上有所提升 这是看得出老左派 还是对这两个文件有所积极的看法 我们应该培养我们的孩子 下面一段 让他们觉得不能容忍的是 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 后面敲打键盘的这些工资 是那些手脚被污垢弄脏 这些打扫厕所的人的工资的十几倍 这是脑力工作者和体力工作者 他们工资的差别 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制造我们键盘的工资的一百倍 当时美国确实相对于很多第三世纪工资高很多 制造键盘的那些工人 可能工资还不到坐办公室那些人的百分之一 下面 我们应该让他们担心 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财富 是尚未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一百倍 我们的孩子需要尽早学会 把自己与其他孩子之间的财富不平等 看作是 看作既不是上帝的旨意 也不是经济效率的必要代价 当然这个 新自由主义像里根时期 他这个作品也是写在里根时期 会认为所谓的捐低效应 Trickle down economics 就你这个经历工业化 必然就要牺牲底层 必然就有一个所谓的剪刀叉 但是对于老左派的罗地来说 首先从道义上来说是不公正的 不能这样就像现实完全低头 从两个教育来说都不能低头 既不是上帝的旨意 也不是经济效率的必要代价 而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 把它用悲剧化去思考 可能要更合适一点 你把它当做理所应当 这个就过于简单 对吧 你可以看作是一种 一种现代化的一种悲剧 对吧 Tragic mind 他们应该尽早开始思考 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以确保没有人挨饿 而其他人却过得富足 再更多从教育的角度来讲 这两个文件 从希望这个层面 这个埋下的种子 对吧 孩子们需要在阅读基督 关于人类博爱的信息的同时 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 关于工业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 尽管他们已经变得不可或缺 如何使得博爱 变得非常困难的论述 就是说基督是这个推行博爱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他们的作品 就会说这种博爱 其实很困难 在这样的一个工业资本主义阶段 对吧 学汉工厂这个阶段 当然他讲的这个年代 是十九世纪的 很多一些欧洲的一些国家 英国资本主义早期 工业革命早期 确实是这样子的 悲惨世界 这个也是描述这样的一个场景 但二十世纪 这个有所改良 他们需要看到 通过努力实现 我们相互交流的需求 和希望的能力 所固有的道德潜能 他们的生活才有意义 他们应该了解基督教会 在地下墓穴聚会 这是早期的这个基督教会 他们筹划一些活动 在地下墓穴聚会 和工人在城市广场聚会的故事 工人发动罢工 在城市广场聚会 因为在实现 这一潜能的漫长过程中 两者都发挥了 同样重要的作用 新约和共产党宣言 下面一段 都鼓励人心的价值 并没有因为 这样的事实而减弱 数百万人 被真诚的 道德上认真的 人奴役 折磨或饿死 这个讲的不许是斯大林 这样的人 而这些人 为了给自己行为辨解 背诵了其中的一段 或另一段经文 回想起宗教裁判所的地牢 和客国博的审讯史 这都是负面的东西 回想起基督教神职人员 和共产党员的 无情贪婪和傲慢 我们的确不愿意 把权利交给那些 声称知道上帝 或历史想要什么的人 这些认为历史终结的人 对吧 或者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人 很多人说 我们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你就会觉得 历史都还没有发生 你就觉得自己在正确的一边 这是不是一种傲慢 对吧 知识上的傲慢 对吧 就凡是有人说 我站在历史正确的一侧 历史还没发生 你就说你站在正确的一侧 这是完全对历史的藐视 对吧 一种自我自识的一种傲慢 但是知识与希望 是有区别的 希望常常与虚假 预测的形式出现 两份文件都是如此 都是充满了各种希望 各种预测 然而对社会正义的希望 基督教是人类生活价值的唯一基础 这个是最基本的 这也是罗蒂他比较积极的一面 下面一段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 仍然具有造成巨大伤害的力量 他讲了他当时 很多人会利用基督教 宣传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政策 比如说 我也会讲 因为新约和宣言 仍然可以被道德伪君子和自大狂 匪徒有效的利用和引用 例如 在美国一个名为基督教联盟 这Christian Coalition的组织 这是他那个年代 控制着共和党 以及国会 这个运动的领导人 让数百万选民相信 向郊区征税 以帮助贫民窟 是一件违背基督教的事情 这估计就是 这个支持里根的这些基督教选民 所谓的 这个福音派选民 他们加入了一个 好像是塔特罗宾逊 这样的一个神父 搞的一个组织 那么以基督教家庭的价值观为名 这个联盟教导说 美国政府向失业或未婚 少林的母亲的孩子 伸出援助之手 是会损害个人的责任 对这个所谓的国家福利 进行污名化 所谓的福利妈妈之类的 那个时代很多 就老左派的这个观点 下面一段 这个联盟 基督教联盟的活动 并没有秘鲁 当时秘鲁有一个运动 叫光辉道路 叫Sandera Numinosa Numi就是光辉 光辉道路 这已经快没有了 当时 但其工作成果 同样具有破坏性 光辉道路 在他全胜的时候 杀人如麻 其领导人 是一位疯狂的哲学教师 他认为自己是 列灵和毛的继承者 是马克思著作的 当代权势者 基督教联盟的首领 是一位神叨叨的 电视步道家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叫这个帕特 罗宾逊 Reverend Pat Robinson 一位福音书的 当代权势者 他很可能会导致 就类似于秘鲁 阿尔比 古兹曼 在秘鲁造成的苦难 总之 这当然也没有造成那么苦难 但这个基督教 确实 对美国的政治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谓的 白人至上主义运动 跟基督教的 这个福音派的 这个运动 很多时候也是有很多交集的 包括 特朗普被选上 也是基督教福音派 起到很大的作用 总之 to sum up 在阅读宣言和新约的时候 最好不要理会那些支撑 是某一文本权威解释者的先知 比如说列宁 这些 大家认为他们是先知 在阅读文本本身的时候 我们应该虐过那些预言 专注希望的表达 因为预言很多时候都是虚假的 而且一直都没有实现 但是不代表文本没有价值 文本关于希望的传达 关于道德的培养 对吧 或者是对社会改良的一种希望 其实很有价值 我们应该把这两部经文 当作理性的启发 当作林肯所说的 我们天性中更好的天使 人类天性中的善良天使 对吧 而不是人类历史 或人类命运的准确描述 就很多人会 这种原教旨主一式的 去阅读这些经文 或者是共产主义宣言 就会非常奇怪 这个人就感觉 他不去看现实了 他完全就是 把这个文字当作经文去念 肯定是不对的 如果我们把基督教 这个词看作是 这样一种呼吁的名词 而不是对知识的要求 那么这个词 仍然是一种 为人类尊严和人类平等 而努力的 强大力量的名词 同样社会主义 也是同一力量的名称 一个更新 更准确的名称 而基督教社会主义 这是一种 比较拗口的说法 如今 如果你不希望民主政府 以市场永远 无法实现的方式 重新分配金钱和机会 你就无法希望 实现福音书 所宣扬的博爱 如果不认真对待 这种重新分配的必要性 就不可能把新约 作为道德要求 而非预言 来认真对待 这个就是把 这个老左派 在里根 这个新自由主义运动 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的一种对社会 当下道德 道德的一种虚无 或者道德的一种 一种示弱 还有这样的一些抱怨 继续 这应估计应该是 八十年代写的 八十年代写的 有可能是 应该是八十年代 对吧 里根时期 尽管宣言已经过时了 但它仍然会 令人敬佩地阐述 我们从观察 工业资本主义的行动中 学到的伟大教训 推翻专制政府 和实现限制民主 不足以确保人类平等 或者人类的尊严 富人总是试图通过 让穷人更穷 来变得更富 劳动力的完全商品化 也将会导致 工薪阶层的不平等 现代国家的行政机构 不过是 管理整个资产阶级 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这个讲是美国 行政机构管理 就或是美国 这样的一个国家形势 它的行政机构 它的bureaucracy 只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 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相当于是个委员会 它没有就是完全把资本家 压在这个国家的下面 这一点与1848年的情况 一样正确 继续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 现在可能就像 异教和基督教的区别 一样过时了 你看在80年代 你说你是无产阶级 但你也有房子 对吧 你也有产 对吧 那些资产阶级 难道就跟那些资产要少的人 有质的区别吗 对吧 就像异教徒和基督教徒 的区别一样过时 但如果用最富有的20%来代替资产阶级 但是我们把这个资产阶级换成 这个顶层财富的20%的人 10%的人 用其他80%来代替无产阶级 宣言中的大部分句子仍然是正确的 这个1%和99%对吧 华尔街运动 Bernie Sanders等等 都会用这样的一些话语来描述 对吧 对应这个文本中的有产和无产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句子在德国这样充分发展的 福利国家中的正确性会虐低 而在美国这样 贪婪占据上风 这个老左派你看 他觉得德国做得很好 对吧 当时在美国新自由主义运动 刚刚兴起 那个时候 福利国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 国家中的正确性会虐高 可以看得出 欧洲和美国当时 在福利国家的建设方面 当然欧洲除了英国之外 很多国家 德国呀 对吧 这些社会民主 比较充分一点的国家 确实要比美国 更加偏社会民主一点 美国更加是 所谓的 这个新自由主义 更占上风一点 说历史 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如果把它解释为 在每一种文化中 在每一种政府的形式下 在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情况下 比如说亨利巴士 当年在英国 这个宗教改革的过程中 解散了修道院的 修道院时候的英国 荷兰人回国后的 印度尼西亚 毛去世后的中国 萨切尔和里根时期 统治下的英国和美国 在每一种想象的情况下 已经掌握了金钱和权力的人 会撒谎 欺骗和偷窃 以确保他们和他们的后代 永远垄断这两者 就人性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 就是简单的一个制度 能够完全消灭掉的 制度只能某种层面上 对人性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做一些 做一些限制 继续 insofar 就历史 所呈现的道德景象而言 它就是打破这种 垄断的斗争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些文本 为什么要从中 获得一些道德的启示 其实这种道德景象 它就能够起到某种作用 打破这种垄断 前面讲的这些垄断 利用基督教教义 来主张废除奴隶制 这个确实 在林肯时期 对吧 在林肯之前 所谓的美国的废奴主义 后来并入了 这个共和党对吧 并入了林肯的这个共和党 但有些辉格党人 也是主张废奴的 对吧 他们其实很多这种废奴的 基本思想是来自于基督教的教义 以及反对相当于 纽伦堡法律的美国法律 种族隔离法规等等 就反对这些奴隶制 或者种族隔离 这后期的 显示了基督教的最高境界 基督教在这个方面 打破桎梏 打破既有的经济格局 或者是压迫与被压迫 这样的一种关系 是基督教最好的体现 接着马克思的 Use of Marxist Doctrine 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 来提高工人的觉悟 让他们清楚自己是如何被欺骗的 则是马克思主义最佳的表现 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他们在社会福音运动 这是很多追求跟平等社会的 这些主要的一些运动 这边Social Gospel Movement 保罗 提利西和沃尔特 劳森布西的神学 这都是所谓的解放神学 对吧 以及最社会主义的教皇 通讯中所做的那样 这个教皇里面也有比较 偏平等主义的 讲一些代表人物 他们使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 超越了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争论 这些争论应该被超越 我们应该把新约全数理解为 我们在地球上如何对待彼此 要比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或性质的辩论要更加重要 这个就是从社会变革方面 去使用这个新约 不要去就把这个重要性 把这个社会变革的重要性 放在对另外一个世界 来世对吧 对这个辩论上 辩论之上 下面一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工会运动 只是建立革命政党的过渡 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工会运动 还是有所低估 但是历史会证明 工会运动是有史以来 基督教自我牺牲和博爱美德 最鼓舞人心的体现 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 美国大萧条时期 搞了一个法案 叫瓦格纳法案 对吧 就像正式承认 工会的一些活动的合法性 那么最著名的一些工会领袖 比如说 我这有一个文件 这是著名的矿工 工会头目 叫这个约翰刘易斯 对吧 这矿工当年工资很高 我记得有一部小说 叫愤怒的葡萄 就是讲30年代 美国大萧条时期 从俄克拉河马 就是驾着那些破车 去加州 去找工作的那帮农民 他们当时到了加州 好像这个工资 大概是每小时 5美分 对象比较高了 有的可能 每小时只有2.5美分 那么这个矿工 他们通过工会运动 比如说通过CIO 这个组织 Community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这种劳工组织 能够达到每天的工资 8个小时 有7.5美元 就是每个小时1美元 这样的一个工资 已经很高了 就跟现在 美国的汽车工人大罢工 工资都涨25%以上 这个达到了这个8万美金 这已经很高了 对吧 所以工会运动确实 这个马克森 被就完全低估了 他认为工会运动 只是建立革命政党的过渡 但是事实却证明 这个集体建了基督教的这种 牺牲和博爱的美德 从道德角度讲 工会的兴起是近代 最令人鼓舞的发展 他见证的最纯粹 最无私的英雄主义 尽管许多工会已经腐败 但有许多工会 还有许多工会已经僵化 但是工会的道德地位 高于教会和公司 政府和大学 因为工会的创立者 是那些面临巨大损失的 单单女女 他们要 有可能工会不成功 有可能还会 在我记得在大萧条之前 在瓦格纳法律出来之前 很多都是 大公司会雇佣一些打手 雇佣当地的警察 去驱散这些工会的 这些示威者 那个愤怒的葡萄 里面有一个 我记得叫Casey的人 他搞工会 结果就被 那个农场 主雇佣的那些 当地的一些 一些混混 或者是警察 直接打死了 对吧 那个 直到后来有了 这个瓦格纳法案的出现 这个工人罢工 才有他的合法地位 对吧 这个大萧条时期 罗斯福新政 搞的一个很重要的法案 The Wagner Act 这些罢工的人 他们冒着完全失去工作机会 失去给家人 带来食物的机会的风险 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 他们冒着这样的风险 我们都深深的感激他们 他们所创立的组织 因他们的牺牲而神圣 你看老左派 是这样的一种 一种思维方式 对吧 我估计跟现在好多人都不一样了 对吧 这些网上的一些 二级管 他们并没有像这些老左派 他们 那么的务实 好 这个共产党宣言 下面一段 激励了现代大多数伟大工会的创始人 工会 创始人通过引用宣言中的话 使数百万人举行罢工 反对恶劣的工作条件和饥饿的工资 这些话坚定了罢工者的信念 即使他们的牺牲 他们甘愿看着自己孩子 吃不饱饭 也不愿意屈服于业主对更高投资回报的要求 完成了这一切的文件 将永远是我们思想和精神遗产中的归报 因为宣言阐明了工人们逐渐认识到的问题 工人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 而是面临着在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之下 越陷越深的危险 在欧洲和北美 这种危险至少暂时得到了避免 这要归功于读过宣言的工人们的勇气 这些工会 确实相当于某种方面上 也拯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 因为这些工会的运动 工人的处境越来越好 同时罗斯福新政 还有工会运动的法律的保障 各方面 所以整个美国的民主 在里根革命之前 那么几十年 我们姑且说1932年 罗斯福上台 到里根上台之前 这么几十年 是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嵌入式自由 embedded liberalism 不是新自由主义 而是新自由主义之前 罗斯福的新政 这样的一种嵌入式的自由主义 有点类似于 这种欧洲的社会民主的这种乞丐版 就没有那么的福利国家 但是又比后面的新自由主义 更福利国家 包括新政时期出台的 Social Security Act 很重要 对后面的影响 社保对吧 要归功于读过这些 文本的工人 他们的勇气 他们因此有勇气 要求分享政治权利 如果他们等待上司 他们的上司的基督教 的仁慈和仁爱 他们的孩子 仍然会是文盲 吃不饱饭 福音书和宣言中的话语 可能提供了同等数量的 勇气和灵感 这是马克思和耶稣 他们的正面价值 但在许多方面 宣言比新约更加适合送给年轻人 这个老左派 因为新约在道德上的缺陷 在于它的超凡脱俗 它是一个宗教文本 对吧 它暗示了我们可以将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 我们个人的救赎机会 与我们参与 结束无畏苦难的合作努力 分开 你要是只看来世 只看信上帝 为了来世 能够怎么怎么样 这就把跟现世脱节了 对吧 所以福音书中的许多段落 都建议奴隶主 可以继续鞭打奴隶 建议富人 可以继续饿死穷人 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要上天堂 因为他们接受基督为主 相信上帝上天堂 对吧 不相信 不管怎么样 下地狱 他们的罪孽 已经得到了宽恕 作为古代世界的文献 新约接受了 希腊哲学家的核心心念之一 他们主张对普遍真理的思考 是人类的理想生活 就新约里面 这个新柏拉图主义 对吧 都变成了新约的一部分 新柏拉图主义 又脱胎于整个希腊的哲学 对普遍真理的一种追求 对吧 这种普世性也是整个希腊哲学 为西方这个文化 贡献的一个层面 这个信念就是 人类生活的社会条件 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会改变 我们将永远与穷人站在一起 也许还有奴隶 这一信念导致新约的作者 将注意力从人类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转向我们死后天上 吊谢饼的希望 这些作家所能想象的乌托邦 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咱们的罗蒂 这个哲学家 他是无神论者 他是无神论者 但是他觉得这个新约里面 还是有很多值得大家学习的东西 我们现代人比古代 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 更有能力想象地球上的乌托邦 他着眼于现世 18和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 我们是不是已经跳过了 几段从这 我们现在讲到这了 我们现代人比古代人 更有能力想象地球上的乌托邦 18和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 人类的希望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从永恒转向未来的时间 从异想如何赢得神的眷顾 转向为为后代谋幸福 人类的未来可以不同于人类的过去 而不需要非人类的力量的帮助 这种意识在宣言中的表达 临临尽致 就宣言跟这个福音书或者是新约 这一个不一样 就是宣言它是只关注现世 不关注这个死后的天堂 下面这一段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份新的文件 来给孩子们一起提和希望 那将是最好不过的 这份文件既没有新约传述的缺陷 也没有宣言中的缺陷 就他认为如果有更好的 更适合当代的 这些孩子阅读的 能够播种希望的这种文献是最好的 最好有一份改良主义的文本 一份缺乏这两种文本 所描述的这种世界末日性质的文本 就这样都描述了所谓的世界末日 基督讲的这个世界末日 一书第二次来临 共产党宣言讲的这个资本主义的末日 有一种末日论在里面 这末日论其实是 会影响了大家的解读 过多的强调了所谓的预测 而没有强调里面的希望成分 预测都会错 预测经常会错 他不说一切都必须焕然一新 也不说正义 只有通过强行推翻一种 现存的社会条件才能够实现 这就看得出 罗蒂确实是一个比较实用主义的 这些家 如果有一份文件详细 阐述了现世乌托邦的细节 但又不像我们保证 只要发生了某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比如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种单线条的决定论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 这种历史还没有发生 就说历史站在我这一边 这就是所谓的典型的 知识上的傲慢 只要废除了私有财产 比如说只要废除了私有财产 或者只要我们都把耶稣 撞进心里面乌托邦就会全面迅速的出现 那就再好不过了 就这些过于强调某一个单因子的变化 比如废除了私有财产 或者是把耶稣放在心里面 就怎么怎么样 这种其实是不现实的 也不太有利于年轻人 在当下去吸收 或者是去培养自己的希望的种子 最后一段我们就讲完了 为我们的孔子见马克思 做了一个铺垫 我们先从简单一点的 当马克思见耶稣 这个角度切入 后面我们看有没有机会 再聊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 简而言之 如果我们能够在没有预言和声称 了解决定性的历史力量的情况下 就能过得很好 如果慷慨的希望 能够在没有这些保证的情况下 持续下去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一下子从极端的 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信徒 一下子就变成极右了 有重任 因为他发现历史决定的力量 没有出现的时候 他就立马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了 对吧 但是罗蒂想说 即便这些预言没有实现 即便这些决定性的力量 没有完全颠覆这个现状 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善良的种子 有慷慨的希望 那么即便没有这样的条件 你也会维持你的希望 那就再好不过了 这就是我们讲从杜威胡适 一直到罗蒂这个年代 所倡导的这种实用主义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有一本新的书 可以给我们的后代 这本书没有预言 但仍然像新约一样 表达了对博爱的渴望 并且像宣言一样 充满了对我们最近 最近的一些不人道的行为的尖锐描述 这讲的是对资本主义 工业资本主义早期的那种现状 但与此同时 我们应该感谢这两本书 它们帮我们 它们帮助我们变得更好 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我们克服了 我们的野蛮自私 和养尊处优的 这种虐待狂的 这种情节 好 录好了 到时候有机会就发在B站 我们下期见 请查看 我们下期见